今天来装个水龙头 估计大部分师傅都没有这样干过 这是客户家的一个单水龙头 客户说不好用 客户想换成带把手的冷热水的这种样式的 但是冷水的带把手的很少 这个底座又粗了 这个孔装不进去 今天我想办法给客户买的这个水龙头 给它装上去 就是这个开孔器 刚在五金店买了一个玻璃开孔器 这个是35的 如果是32的就更完美了 这个稍微偏大一点 然后给这个玻璃开孔器装在手电转上 再用这个矿泉水 然后盖子给它搞个洞 然后这样边浇边转边浇边转 这个水呢是起散热作用的 如果不浇水的话 这样转的话 这个转头一下就废了 这个一定要注意 看看看到下面 马上就要转通了 然后看看这个底座刚刚好还有点松 如果要是32的孔就好了 我们现在呢给这个客户买的这个水龙头呢 这个进水软管这个头啊 藏上三圈生鸟带啊 这是汪师傅的专利啊 汪师傅只要装冷热水水龙头 这个进水管的这个头都会藏上三圈生鸟带 这是我们以后遇到修水龙头 遇到这种这个进水管藏生鸟带的 一般这个水管就以前是汪师傅装的啊 然后我们给藏好生鸟带的这个进水软管头 给它套到这个底座上啊 然后防水皮圈也套上了 然后呢 我们给这个进水软管 这个头 乘这个刚刚开好的孔下面 给它再穿上来 看就行了啊 然后再给这个固定螺杆 从下面 再穿到上面去 穿进去 然后再按顺序 给这个防水皮圈 给它套上去就行了啊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装热水管啊 热水管我们手拿的这个姿势呢 然后给热水管 装在下面 因为热水管 等一下不用 因为客户家下面没有热水管 这个是猪的房子啊 然后我们给这个热水管 这样不停的拧 然后拧到拧不动就可以了啊 然后再给这个冷水管 再给它装到水冷头上 就这样直接拧 拧到手拧不动 基本上就行了 肯定这样装的是不会漏水的啊 这是我干过好多的经验啊 分享给大家了啊 下面呢 我们给这个水冷头的底座的固定螺丝 给它拧到这个水冷头的底座上啊 这样直接给它拧紧就行了啊 直到手拧不动就行了 好 然后给这个水冷头 这个底座 直接你看这个防水皮圈 在这上面 然后直接这样穿下去就行了 下面呢 我们就给下面的 这个固定螺丝 拧到固定水冷头的固定螺杆螺丝上啊 就这样不停的拧啊 然后一只手扶着水冷头 另外一只手在下面 就这样拧就行了啊 直到这个大螺丝拧不动啊 看最后一下 很紧了啊 这样安装的水冷头非常牢固啊 或者说这个水冷头不需要装热水管 只要装个冷水管 然后我们给冷水管放在一边 然后给这个热水管呢 我们需要找一个水管堵帽 给这个热水管给它堵起来 如果这个不堵起来 上面开水冷头的话 这个热水水管会反水啊 我们要给这个扒手给这个堵帽 给它拧紧就行了啊 然后另外一根呢 我们需要给它装到脚阀上 先要给客户家旧的这个软管螺母 给它拆下来 先用八手拧几圈 然后这个旧的螺母 就很轻松的就拧下来了啊 好软管拧下来 就准备装软管了 先试个水 看看有没有出水啊 出水正常 然后我们给这个新的水冷头上面的 这个净水软管螺母 给它拧到这个脚阀上啊 这个脚阀是以前人家装的 是有点歪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调 因为要调的话 调得不好就容易漏水 螺母拧好以后 然后用这个扒手 给它调好适当的开口 然后给这个螺母 给它拧紧就行了啊 拧紧以后打开脚阀 然后我们就到上面试水了啊 打开这个水 看看出水量非常大啊 非常好 顺便洗个手 本次安装水冷头就分享完毕了啊 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 如果有哪里做的不好的 麻烦指点一下 拜拜喽 下次再见